就是为了没朋友 我们的自己情状 来自各社区汉武道班的土风舞团体齐聚一堂 进行市长辈土风舞观摩赛 展现基隆在土风舞这项运动的推展成果 时至今日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土风舞 因为土风舞它包括世界各国的一种跳法 而且最近的我们尽量有一种比较简单的 用我们本地的歌谣来配合动作 变成带动唱 这样子连接更大的人也可以参加 所以今天有85岁以上的好多位来参加 就是他运动 而且不必跳起来也有运动 所以我们土风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班队也是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市长 他提出一首听你说谢谢你 歌词很好 我马上给他变成带动唱 现在我们也变成全国土风舞教的协会 当做教材 这场市长杯土风舞观摩赛 市长谢国良 议长通姿卫 和前任市长张通荣夫妇 书法大师张炳黄 及多位市议员 还有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跟多位的市府局处首长都到场参加 共同来提倡基隆的运动风气 最近远见也评论我们是运动志工 手去一指的城市 这个都是表示我们基隆在两位的领导之下 充满了运动的活力 那我们要跟着这个基础 做更多比如说设施空间等等 我们在打造更多的运动空间室内的 这都是只要有运动就有健康 健康就是大家的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 这个小孩爸爸最懂 所以这个我们要多推广运动 多倡导健康 这个我想我们要先特别谢谢 我们这个李博元主委 李博元董事长 长期在土风舞协会的耕耘跟运作 带领我们所有的基隆市的姐姐妹妹们 婆婆妈妈们 七区都有非常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 尤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基隆市高龄化社会 六十五岁以上的比例非常的高 我想让大家出来乐活身心运动 然后第一个 连移可以预防失智失能 跳舞又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我想这对友善宜居的城市 是有非常大的贡献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李博元董事长长期的经营 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 很好的健康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运动人口 我们的经济的进入 非常谢谢我们 市长谢国良感谢警方提供民众防炸的正确资讯 也感谢土峰五委员会等体育单位 协助提倡基隆的运动风气 更呼吁全民一起来培养运动的好习惯 只要运动就有健康 这是家庭生活最珍贵的财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